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杨昌琴 是一个九年后的苗族 来自中国的十大主乡之一 贵州赤水 也是我们本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赤水竹编的第六代传承人 我从小用我妈们的话说 是非常倔强的一个人 性格就像竹子一样 比较不屈不扰 但不会轻易选择一定事情 选择的话我就会死磕到底的那种 我从07年开始学习竹编工艺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以前的话咱们的手艺是比较伴统的嘛 后来的话我始终在想 咱们赤水水边的话也只有创新 把传统手艺和更多的热界 跨界的融合 创新的发展 然后和现代的这种生活审美 融合 它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传承 所以也开发了一系列的 竹子扣持精细立体竹编系列 比如说咱们的酒具、茶具 灯罩、包、这些 手饰、小配饰这些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接受更多的 这种私人定制的产品 后来可以 做成它想要的款式 这些都可以 我是12年成立的 牵手族裔发展有限公司 就是希望牵更多的人的手 来发展传承好我们的族裔 我觉得它不仅是飞椅 也可以作为脱贫空间的 特色资助产业来做 每个地方的飞椅 它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也是咱们乡村整形以后的 一个文化的支撑 我都教了我们赤水的 各个乡村的村民们 学习竹编技艺 至少有2000人以上了吧 我的员工80% 是我们当地的留守妇女 我把我们的这个 竹编手艺交给他们 他们能够凭他们自己的手艺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会提升自我的一种价值吧 我觉得就是特别欣慰的地方 希望咱们每个人 都能完成咱们的梦想 也希望咱们的 每个人的小梦想 组成咱们中国的中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